目前大概实际上还剩下这个60天了 就是两个这个整月的这种状况 那么宋楚瑜先生针对最近的一些气宝 刚才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不过宋楚瑜先生讲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不把马英九目前有30级 加上50级左右 我不就是当选的吗 看一下宋楚瑜先生怎么说的 我对任何操作性的这些民调 说谁能当选谁不能当选 到目前为止 我从来没有看到60天以前 就已经开始这么重视 说到底应该弃谁保谁 我们今天刚刚讲的 实际上宋楚瑜先生讲的这个非常清楚 这个宋宁配的这个民调 一直稳定维持在10以上 只要南军的这个选民 转而支持宋楚瑜 把马英九的30加在我身上 就能够当选 就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宋楚瑜先生怎么把民众当成 可以随时这个大力移转的 宋先生是在解释说 你们在这样讲气宝 我也讲个气宝的内容 如果这样的话气宝 我也可以当选了 来我回应一下 奉行刚刚讲的气宝 都是宋楚瑜先讲的 对不起 宋楚瑜会讲气宝的问题 都是根据媒体一再的炒作 他才讲 今天他会讲气宝 就是根据你刚刚所出示的 联合报的头条新闻 他才会讲气宝 这个时候讲气宝 你要晓得他的心情 就是这个心情 这三个礼拜前 第二个 第二个回文 刚刚您指教的两个问题 你说各位 这三组中途候选 哪一个这位操作媒体 观众朋友 会操作媒体的人 本身手上要掌握第一个权力 第二个金钱 请问现在谁掌握权力 谁掌握金钱 很清楚谁会操作媒体 轮不到宋楚瑜 第二个刚刚会文宜在讲 说宋楚瑜人家要300 你给600 会文兄 你没有干过公务员 你不知道 公务员所有的开销支出 通通要根据议算来 没有议算可以300给600吗 第二个 你再看不起民意机关省议会了 省府可以人家要300 你就给人家600 你通通过省议会吗 就算你通得过省议会 你通得过监察院的审计部吗 你通不过嘛 所以预决算是国家的制度摆在那地方 宋楚瑜何德何能 人家要300可以给600 所以对外界的批评 我们都是认为真是毫无意义 这个是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谈了 现在还是要两个月60天上下 就要民众投票选出来2012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废话少说 我很快地讲一下 宋楚瑜在讲这个气菜保送或气马保送的时候 联合报还没有这份民调 这份民调是今天 所以他回应的是今天 可是他最早提气菜保送或气马保送的时候 三个礼拜之前还没有这种民调 所以谁先提的 我觉得我们大家就可以清清楚楚了 今天讲说说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已经是有绝世武功了 这真的是不可以小看他 其实民调不过就是三种结果 要不就是马英九大于蔡英文 要不就是马英九跟蔡英文很接近 要不就是马英九小于蔡英文 现在这三种民调都有了 那马英九大幅领先蔡英文的时候 蔡主席就说 这个是国民党操控的 远见 中国时报 联合报 TVBS都被点名过 TVBS他没点 远见中国时报 联合报都点过 远见他只是说那名的东西突然被关掉 不是 联合报远见有一次超过 六月份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讲远见 我真的要拜托陈慧文把资料拿出来了 三个都有 所以如果马英九超过蔡英文 当然是国民党操控的 那如果现在是马英九跟蔡英文很接近 或者甚至于马英九小于蔡英文 那亲民党就说 这个是国民党操控的 所以不管民调结果是什么 一定是国民党操控的 不管马英九现在是赢蔡英文 或者接近 或者是小于蔡英文 通通都是国民党操控的 那我觉得这个国民党很奇怪 他到底应该要把马英九 操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指控 他的依据在什么地方 我最后很快的讲一下 给三百 要三百给六百 要五毛给一块 这件事情对不起 陈振任省委员 这个宋省长在当省长的时候 你不在他身边 你不知道省府的统筹分配款 他的威力有多大 你去找各地方的县市 都曾经为这件事情大吵过一架 是 重点是在未来这个六十天 那么稍后观众朋友可以来看的是 这个蔡英文主席也锁定 就是中国之对岸 帮助你马英九来选 这个2012的总统大选 这个不得了 这个意思等于是 这个卖台的这个大戏正式上场 那么宋楚瑜先生呢 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 你马英九就是无能的 所以一个是说你是跟对岸勾结的 一个说你是无能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在未来的六十天 那么宋楚瑜先生登记以后 这个两条路线 已经是非常清楚的 问一下 应该某种程度是确定的 你拼卖台 我是说你无能 对 民进党必须要注意说 这样子的所谓战斗的策略形式 对民进党未必有利 说不定反而便宜了马总统 因为过去在宋城长 在联署的阶段 民进党是有不公开的 但是某种程度的 帮了宋楚瑜一个大忙 所以我过去评论是说 民进党某种程度在这场选举 提名了两个人 明的提名蔡英文 暗的提名宋楚瑜 一个前面打一个后面拉 这样子的情势来看 会造成一个不对称的竞争 或许本来认为民进党会得便宜 说不定反而倒帮的马总统 我从来都刚好讲相反 8月份开始我就讲这样的话了 刚才涛根你有个标题说 宋城长决定参选之后 民党吃了定心碗不只是定心碗 还吃了大力碗 甚至是一颗快乐碗 因为这样子的形式 对于泛南来讲 他内部是一个分裂注定的情势了 只是说这个分裂的裂痕多大多深 分在哪一个关键的比例上面 所以目前不仅台湾 包括全世界都在关注 宋城长的破坏力有多少 这也说实在也是宋城长 他最后展现到政治价值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我最后还是对宋城长有一个期许 您虽然一直提到第三势力 但是我希望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第三势力 就算选输 要给台湾的真正的第三势力 留下一个美好的想象空间 从这个美好的想象空间 让我们去改良第一跟第二的邪恶势力 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第三势力 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组成的成分 他似乎是把第一跟第二的最丑陋 把它浓缩成您所谓的第三势力 这不是第三势力 这是典型的政治小三势力 对不起这错子很难听 政治的小三是一个搞破坏的 是一个没有原则的 忽而向东忽而向西 可以像绿的要票 也可以像蓝的吵闹要分家 这不是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要勇敢的为了理念 注定要失败 我会往前走 不会讲什么要人家气宝 不会讲什么恶斗 不会讲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 这都不是第三势力 这是典型的小三邪恶势力 稍后回来 其实在未来的这个60天里面 马英九总统不管是胜还是败 现在已经宋楚瑜先生 不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关键 完全在马英九自己 我们稍后回来 针对观众朋友这样的一个角度 感谢观众朋友